来到宁波 我拖挂房车诞生的工厂 这让我想起了15年前 我有幸购买一辆伊维科做家用车的时候 去参观了南京伊维科的制造工厂 3000吨水压计从冲压钢板开始 一直到整车下线的全过程 但不同的是 这些年来我亲历钢管车的DIY 自然也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视角 在技术总监萧组的陪同讲解下 看看拖挂房车的制造工厂 就做咱们房车基础的骨架的材料是吧 这个装材的话是我们最裁的高强度带率的 第二号Q345B 像这个刚才一般B厚会用到多厚的 三个厚米厚 焊接好整体去拿去热静心 热静心的工艺的程度来说 就是防腐性比较好 它是拿着我们外鞋外鞋家军 就是说拿着热静心大匙子里面热静 特别说不是底盘上 底盘上已经用了一些板筋键了 板筋键我们有的 相对来说就是说那边下料 下料到这个地方可以用板筋 这个是一个汉阶底盘的油性 然后正用的某个车型哪个车型 特定车型的朋友 它是固定的固定的一个尺寸 相对来说就是在焊接的尺寸 就是说工人啊 主要按风位放进去 卡路进去 它就相对来说保持一个一致性 大人板也从来说我们现在做成用的就是说 做在一些车身防腐 就是下半部分车身防腐里面 相对来说它耐滑耐滑 但是如果说搬家工的性质 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车型嘛 对吧 它是沙滩码 沙灯车 泥巴啊什么东西 用水好充气嘛 嗯 这样子 可能那边把汉 汉好准够 因为它这个是热不清之后 在表面再做一层的喷漆 富贵系列型的相对来说双轴 双轴它的 这个是7米4 相对7米4层 所以说总团的在8米多了 8米5轴 因为我们现在这台车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一个扭力轴 安装的扭力轴 现在很多拖挂都是用扭力轴结构 看不到弹簧减震器 有用柔形橡胶盒与金属整体融合 也有用中间是金属实心方处乘4属路角放置的方管内 空隙处塞入橡胶柱 原理都是通过挤压橡胶形变获得减震缓冲 据说质量好的说明可以到20年 看似是一根直轴 实际等同独立悬挂的特性 在这个空序就是说一个布线 底盘布线还有水箱啊各方的东西安装好 最后底盘就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进行上装 上装前后就是那边一个底盘 地板地板因为我们地板承认的是一体负压的 就是中间还有没骨架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台车的一个车底 产用一体平行 地底平行整个房子它就12米多了 这边来到我们的产业车间 产业车间就是说我们的反汉 汉阶那边就是把骨架 强体骨架像那个一样的强体骨架拿到这边 运势在这边行为了冰冰打瓦啊 就是说里面填充加上浴霾 全部工序全部在这边完成 这边在弄完之后 然后是进入沉压 沉压里面就是说有一条沉压伸展线 它里面因为它这边 它对空气的温度湿度就要求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建造了一个沉压房 沉压设备房 它里面是有一条一个自动的凝胶 凝胶线还有沉压 这里面就是自动凝胶 把刚才那个骨架全部弄好之后 全部拉到这边把它预置预置 我们这边淋胶的情况下 它就经过三次淋胶 因为四层嘛 四层的话它要三次 它要在上面就先把这个胶 均匀的淋在这个板材上 它那边是有均匀的一个淋胶纸 一个很均匀的 哦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是一个运输的一个 输中带 输中带 直接进入到沉压 沉压的沉压 沉压也不用 进行一个半小时的负压 我们这个设备是比较大的 一个可以做成三米 三米宽 提前是三米宽 平时四米长 一个 一个 它的墙体的一个 一个 这比较适合于这种 比较大的拖挂房车 对 刚才真的底下不好 搬过来的时候 地板套好 然后上家具 家具全身 各方面进行一系列组装 临近中午 安装的工人告诉我 午饭后 他们要给这台双轴的 拖挂房车封顶了 封顶意味着主体结构 基本完工 我也有幸见识到 这台8米长的拖挂房车 是如何在工厂 把总长12米 宽2米多的车顶 进行整体吊装 固定和密封 对 外的车身已经装备好了 装备好了 把一些电路 什么那些外事件 通过开门板 组装好之后 就在这里进行消限 水气还蛮大的 要不要尝试一下 好行 好行 虽然房车工厂的制造 在时下远谈不上先进 毕竟国内消费群体 是小众里的小众 不可能像量产汽车那样 更加智能和高效的 生产座位支撑 但对于很多DIY达人来说 反而会觉得更亲切和有趣 毕竟大部分人很难有机会看到一台房车的诞生过程 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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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